政府今年設置了15個環保年宵 鼓勵市民減費 不過成效就似乎不似如期了 在維園 自然脈絡的義工 由晚上開始不停在牆內穿梭 希望盡量請購完好 可以重用的物資 亦都有市民自己設置地方 分發物資和正義的貨品 但是直到清場之前 仍然有大量的物資未能拯救被棄置 這個其實都是由大會 或者不要說政府才行 可能由大會和成本商 或者和鐵板商 譬如攤檔主溝通上 或者他們相對上沒有覺得 好像我們的意識那麼高 譬如竹爬可以重用 或者他們那些Market可以用 物資可以捐贈給其他有需要的人 可能全部都是我覺得扔就算了 所以基本上都是溝通上的問題 不可以一下子就馬上說是主辦單位 或者是攤檔署的問題 另外特首林鄭月娥 亦都在上午來到維園 有市民和議員向她請願 要求將環保處和食環處合併 令廢物處理和減廢的工作 可以更加有系統和協調地進行 我們看到 很快要通過法律 是